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炮 今天呢阿炮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新的系統 天鋼之禮 還有九州戰場 跟這個新出的神噪雲外觀的活動 還有一些現實的禮包 究竟呢值不值得你克進 好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 劍片開始 Let's go 首先呢我們先感謝史密斯出借這個賬號 讓阿炮來拍片 我們來看他玩的陣容 這個陣容是阿炮非常推薦的神旁陣容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喔 好再來就要來帶大家看一下這一次改版新出的天罡之力 在這一邊大家有看到就是他有點類似像是聯盟科技的點法 那在這其中呢最重要的屬性就是我們的抗暴了 阿炮之前有提到說等出這個之後呢會加很大量的抗暴 那大家平均抗暴變高之後呢 對著整體的遊戲環境喔 會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說如果你是玩極限神旁的朋友 如果你的暴擊撐的不夠高 那就會暴不太出來 而且會非常的明顯 通常這個時候呢 阿炮是會比較建議 如果你是平民玩神旁隊的 盡量呢是讓神旁當一個輔助型的打手 畢竟如果神旁爆不出來的話 這個傷害可是會差非常多的喔 再來要開啟天罡之力的條件呢 就是你的巨一廳要到310等 也就是說你要練6隻12星的武將 那對於平民來說呢 算是一個蠻嚴苛的條件 阿炮是比較不建議說 為了升天罡之力出來 然後就是平均的把他升到12星 這是阿炮比較不推薦的 比較推薦的呢 就是最好你要先把你的主力打手上到13星 再來考慮讓其他的武將上到12星 來開啟天罡之力 感謝訂閱 像以他的陣容來說 最好就是要神旁跟魔關羽 都已經上到13星之後 再來考慮要把這個平均升到12星來開啟天罡之力 那像如果你是玩極限張寮的朋友阿炮就會建議你說 先把張寮還有魔關上到13星 如果你是玩雙珠雙關月鷹的話 那就是雙關都先上到13星 好 再來呢 我們就要來帶大家看一下這次的九州戰場 那阿炮覺得不用太快太急著開起來 就是因為 你可以先透過這九州擂台來累積這些素材 然後等到時候一開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點的很高了 不然你很快開啟這個天罡之力的系統 但是你也沒有太多的資源去把他點高 所以這個意義呢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大 好 再來 這邊呢 會花到很多的比武令 阿炮是建議一天最多就打個10場 打個10場的話呢 就要30張比武令 7天的話就是210張 然後再加上本來這邊雷台的話要打120場 所以一個禮拜總共要消耗330張的比武令 那像阿炮之前呢 就已經一直在累積這些比武令 我現在本尊跟小號的比武令呢 都有1000多張 然後再來 我的關度之戰這個也都還沒有使用 所以應該還可以再買到很多的比武令 再來 如果你本身的比武令之前可能沒有囤很多 那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呢 阿炮就會覺得 你這120場就可以考慮不要打完 就打到70場就好 打到70場這CP值呢 就算還蠻不錯的喔 好 再來開啟天鋼之力後呢 會出現一個現實的禮包 那主要呢 就是來買天鋼新城的 阿炮是覺得 V12以上的玩家可以考慮 那其他平民玩家呢 阿炮就比較不推薦了 再來呢 我們就要來帶大家看一下這一次神趙雲新的皮膚了 這神趙雲第二個皮膚啊 也還蠻帥的耶 跟第一個比起來都還蠻帥的 喔 不像這神諸葛 神諸葛的皮膚就有點像是 後面裝了一個大電風扇在後面轉 哈哈 還蠻好笑的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黑龍神將的部分 這邊呢 一共有35格 那只要抽完35格就會保底15格 喔 就可以保底第一輪的獎勵 那阿炮是推薦可以選神將之魂 或者是神兵之魂 這兩個CP值是比較高的 然後在第二輪的部分呢 那肯定就是要選我們的關內猴印啦 那第三輪呢 就可以拿到神趙雲的外觀 所以一共呢 是要抽三輪 那一輪呢 是35抽 所以保底是105抽 那我們呢 來算一下 一共是會送幾張黑龍令 兩張 三張 然後五張 這邊一共是有11張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兌換商城呢 這邊也可以換到10張 所以一共呢 是可以換到21張 所以呢 我們是還差84抽 84抽的話呢 阿炮就會推薦買有紅盒子這一包 買完兩包呢 就會有70抽 所以還差14抽 可能啦 可能 欸這邊剛好14欸 9加這個0.1 喔 就是給保底的人買的 呵呵呵 不過呢 阿炮是有聽人家說 他90幾抽的時候 就拿到所有的獎勵 欸 是不是還蠻不錯的 那這樣等於只要課兩包這個就可以了 100美 那就分成三天來儲 第一天儲一包這一個 然後第二天呢 也儲一包這一個 第三天的時候就剛好可以儲這個 10美加1美 喔 剛好可以領完每日守除的獎勵 那我們來算一下 他總共加起來 課完這一個活動 可以拿到幾個紅盒子 喔 這邊有3個 那課兩包就是6個 再來這邊還有保底一個 1.5個 所以就是7.5個 再來呢 最重要的地方阿 就是可以拿到關內猴印 喔 關內猴印就大概等於 大概八九個紅盒子 甚至十個 看你有沒有缺喔 那這樣全部加起來就等於說 你花了111美 然後拿到了將近17個紅盒子 而且還可以拿到神趙雲的外觀 哇 這CP值阿 算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如果是玩極限神趙的朋友阿 可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活動了 那如果你沒有玩極限神趙雲呢 你也是可以把這個皮膚給拆掉 一共呢 是可以拿到90個外觀的碎片 不過呢 跟一次這個活動價格阿 是還蠻昂貴的喔 要111美 所以如果對於說 你不想再課太多的朋友呢 阿炮還是建議說 你把未來的預算 拿去課這個 試煉塔的禮包 或者說是 以後跟美人的活動 阿炮覺得這個CP值呢 是會更高的 最後呢 我們再來帶大家看一下 元宵喜樂的部分 那如果每一天呢 都有把所有的任務解完的話 包括儲值任務 應該呢 要達到3600分 是沒什麼問題的 只不過呢 就算你達到了3600積分之後 這一包禮盒 還要不要課金阿 如果不要課金的話 不用再另外課金的話 CP值是還蠻高的 那如果是需要 額外課金的話 阿炮覺得就還好 再來最後的元宵許願的部分 這個如果有硬體的話 就盡量選硬體優先啦 那沒有的話呢 那就是選一些比較好的軟體的部分 我相信啊 大家如果有一直看阿炮的影片 都會蠻清楚要怎麼選的 好 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阿隊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 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